好 大家好 我叫陳慕天 對 然後我想分享的 今天是一個設計教育的故事 對 它還是一個故事 我們希望它最後成正 變成不只是一個故事而已 來 一開始我們其實可以先問大家幾個問題 是到底美感教育 或是說這種美學教育 或是說設計藝術這種比較偏美學的東西的教育 是什麼 定義是什麼 我們的部長 蔣部長他的說 其實美感教育就是要讓你學會一個樂器 然後去故宮看一次 然後去國家戲劇院看一次表演 紐約呢 他們為了做美感教育 所以他們覺得其實垃圾 垃圾袋是一個非常醜陋的東西 那能不能讓它變有趣 變好玩 所以他們發起一個活動 讓這時代變得很可愛 那這個學者他創了一個叫華德福教育 可能有人有聽過 華德福教育講求的是自然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小孩子在小三以前他不會學任何知識 他會有很多的這種探索自我的方式 所以這個 從這樣的教育體制出來的小孩子 大概有六七成以上 最後都變成人文或是藝術工作者 所以同樣在講美感教育 或是美學教育的時候 其實方法有很多 那我想來分享我們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在我們 其實這三個人非常好玩 我們主要是有三個人開始做 例如張伯偉 林忠諺 然後還有我 張伯偉被招集當兵了 本來當心要講 就上禮拜突然接到兵彈 然後就走了 很可惜 林忠諺坐在那邊 他剛從馬達加斯加回來 他去這邊做攝影住 好玩的是我們三個 其實跟設計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是我們三個都念交通大學 你知道就是那個災難大學 然後他是唸人文社會 然後林忠諺唸電機 我唸機械 OK 都是很硬的東西 然後特別的是張伯偉 他後來去了荷蘭做交換 然後忠諺的話是去瑞典 那我自己本身去參加一個 時代基金會的比賽 然後後來去丹麥還有英國做一個 他們的設計產業的參訪 後來之後我們三個都非常有感觸 然後覺得說天啊 台灣怎麼了 你知道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沒有跟人家比较之前 你都覺得好像生活一切都很美滿 然後什麼都很棒 可是你出去之後 你會發現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拉回來 談了台灣教育的問題 跟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台灣的教育喔 這可能因為白白他們認真清楚 我唸給大家聽 台灣的教育非常貼心 他們把領域切得非常仔細 精確到學生誤以為 這個世界是如此運行的 怎麼說呢 我最喜歡取那個清大和工的例子 清大和工是這個樣子 他出來很多校友都去蓋和事了嘛對不對 然後結果你會發現 他們每次出來都聲稱說 核式技術非常好 我們的理論非常強 然後一定很安全 核對核式帶不起來的人 可能是因為政治 可能是因為最後施工的例子 可能就是種種的因素 反正一定跟他學校學的那些理論 沒有關係 那更多的例子 是包括我們教大這些工程師 很多工程師出來之後 然後就做一個功能超強的台本 然後說喔 業 我要來創業 最後都死得很難看 因為他沒有行銷 沒有商業 沒有包裝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但是有很多東西他真的在世界上運行的時候 並不是像我們把科系分的這麼實驗 那我們回過來探討我們國小 開始那種美術課有沒有 在美術課的時候老師就跟你講 欸 美很重要 我要去發掘 可是當你離開了美術課 走到國文課或數學課的時候 老師就把這些全部忘記了 老師做了同一遍 我們用的課本 我們只能看到一切都非常的醜陋 所以這很吊詭 就是我們好像就是為了教那項課而教 教完之後你就可以走了 然後不關你的事了 好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蘋果 這個雖然是老生常談 但蘋果成功之間它有科技 有商業 還有設計 OK 其實國外的大學 就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 不管是史丹佛 哈佛 MIT 他們一直試圖把各種科系的學生 放在一起交流 然後做學程 可是台灣呢 嗯 還差很多 對 好 這個是我去丹麥那時候看到一張椅子 非常經典 可能有些人知道 它叫做蛋 這張椅子它是非常經典的設計 因為它是由一個蛋的圓形所切割出來的概念 它好像把人包覆在裡面 把一個生意體這樣包覆 所以這張椅子的話 複刻板要幾十萬 原本至少要上百萬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我們在台灣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多功能 調整型建築 台灣優良很精采講的對不對 好 我們先姑且不論這個工業設計 椅子設計怎麼樣 我現在把這張椅子放到剛剛這張牌包上面 我告訴你價格可能就半兩倍了 所以設計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它非常有價值 可是我們卻看不見 我們的業主可能會認為說 一定要換金牌牆 因為金牌牆很厲害 一定要換一個標籤在上面 OK 這是我們交代一個校額 非常崇拜的一個學長 他之前有本提科技島 然後後來他說他後果應該是提人文科技島 因為科技沒有人文 他是死的 他是冰的人 為什麼設計這麼難追 我一直舉一個很好玩例 就是你看台灣我們做ICDestine 這些科技給我們發展多少大概四、五十年左右 我們已經世界名利的顯化 大陸呢 時間二十年左右 他們已經追上台灣 甚至要超越台灣了 OK 可是設計你會發現它很難追 它沒有辦法那麼快 為什麼 我們台灣做設計做這麼久 我們沒有超越OK嗎 沒有 我們根本就是 可是它越來越遠 原因是因為設計這種是文化 文化的東西它需要環境 它需要培養 它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去使用 我們某人那邊學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美感教育的課程 他們說沒有 因為我們就生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哦 難怪我們怎麼做都做不好 看一下他們的示輝 嗯 可能沒什麼感受 但是我們在看台灣的示輝 我們說東西要比較 就出來了 感受就很深了 這次之前台南有一個示輝事件 就是有九個 他們選出九個示輝 然後說讓大家投票 然後投到了 然後就變台南示輝這樣子 那藝文界的朋友看到這件事情 就非常生氣 全部出來報夢 我們說這任何一個學商之後都是台南市的悲哀 我對設計不懂評論他本身這個設計 但是就這件事情而言 我個人的解讀是這樣 台灣其實有非常多非常多優秀的設計人才 頂尖的這些藝文界的人才 可是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我們的掌權的人 我們的企業組 我們只有做決定的人 他們不懂 所以很好玩的是最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台灣科技大學工業設置在全球 還非常前面 可是沒有異議 因為最後企業組不會這樣子做 那這個問題拉回來就是我們在談 我們認為好的設計教育 它應該是全民化的 它不應該只是單一少數人民 這樣才是真正的設計教育 所以我們想做的是全民化設計教育 好吧 可以再看海報 新具海報 OK 對 台灣的 對 這個就很明顯 然後這是日本的這個放球的海報 然後跟台灣的 這個可能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可是你仔細看你會發現 不管在照片上打光或幾個拍板上 其實那個水準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好 拉回來 台灣有沒有設計跟美感或設計相關教育 有 美術館 對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很漂亮的美術館 很漂亮的展覽 那我們台灣的小孩呢 一般來說一年去個一兩次差不多了 不會超過這數字 甚至更少 可能兩三年去一次 以我個人為例就是這個樣子 一次你會去多少時間 了不起就是六個小時 就已經很多人腳也會算 所以一整年加起來也不到二十個小時 那請問這樣子分配下來的時間 你真的會覺得它對孩子的影響 就要你數學只算一題 然後你說我數學要變好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OK 那 對 這些美術館在它整個生活之中 你會發現充實它生活99%了 是這些 對 我們台灣所看到的路上這些街景啊 文化啊 對 OK 基本上怎麼說呢 對 就是你不會記得了 真的很沒有感受 好 那我們所認為是說 其實孩子的學習是他來自他看到的世界 有時候真的學習的方式 真的不是說我們要幫他上或什麼 就是讓他看 看多完他就懂 這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那種環境教育 所以老的方法不行 所以我們就在想用什麼新的方式 對 一種創新的方法去做它 那那時候我們就回來之後我們就討論很多 然後我們就分析一個孩子 因為孩子是最有創造力的一群 就有咳嗽性的一群 所以我們就分析他一整天 然後他就哇 台灣最重要的就是念書 老爸老媽叫你念書 薛教老師叫你念書 每個人都叫你念書 所以念書時間高達8個小時 就算你不要看好了 就算你不想念書 你到班上老師來就必須把課本打開 放在桌上 就是強迫你一定要閱讀他 那既然念書已經是說孩子裡面最重要的任務了 那我們能不能做點什麼 所以這個計畫就像是念書時間超長超無聊 美術館很美 而且根本沒有時間看 我還不談平將那個城鄉差距支援的這種分配布局 所以我們想說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 對 好 變成一個具有美感的角色 我們讓美術館走入課本裡面 然後讓孩子能夠長期耳濡目染 對 好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提出這個計畫 大家會覺得太瘋狂了 這怎麼可能 教科老師這種東西怎麼做得到 但是事實上我們認為這是有機會的 怎麼說呢 這個計畫上面一個演講 他們是一個波蘭的設計師 曾經有一個報紙報社 他基本上快倒了 就是你知道報紙今天是比較傳統的 那種媒體產業所以快握不住了 那他過來之後他就開始重新設計 經過他設計橋頭之後 整個那個報社的就是銷量 好像成長一倍以上 整個被救了起來 那他的報紙非常好看 搞得跟雜誌一樣 OK 所以事實上證明 其實設計可以挽救很多事情 包括教科書產業 其實教科書產業抹荒於類似 就是大家自己真的非常激烈 然後已經沒什麼差異化了 好 所以在去年9月 我們回來之後討論完之後 我們就想說我們很熱血 就帶著這個想法跟簡報 然後到處找人提案 找基金會 然後找一些黨輩 想說啊 你看這麼好的案例 應該會有人聽完之後就去做了吧 到大概過了半年到一月之後 發現根本沒有人要提問 所以宣告失敗 沒錯 因為很現實就是 有些人會不支持 有些人會有其他想法 就算支持他也不會去做 他就說嗯 不錯 年輕人好想法 然後好像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因為你知道學生就想說 只要講事情就會解決 他發現沒有 OK 所以那時候想說好吧 既然大家都這樣 那我們就證明給他們看 然後我們就決定開始來做 那就透過很多關係 然後去找老師 找校長 然後就層層介紹 一直介紹 才到今天這個大學國上 然後我們就定定了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做這件事呢 這計畫你現在看會覺得 還是很粗糙 對 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 還沒有很沈密的想法說 一定要怎麼做 大家跟他分享一下 我們未來想做的事情 對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 把這計畫分成三個階段 然後透過這三個階段 我們真的希望說可以改造 教科書未來的整個產業 產業鏈這樣子 先講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你剛剛看到影片的事 我們希望讓大家注意到 在第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要把計畫變成很有吸引力 而且很酷 對 那我們開始要做課本上的設計 我們希望設計出第一本 然後我們選郭宇文 為什麼 因為郭宇文他占了 設定國家的四十分之七 因為我們選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像工程師一樣 說你月底時間最長那個就是我們要的 好 然後國語課本他因為不像數學 數學可能還不會唸 國文你至少一定要唸他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學了國語 然後跟大虎國小 然後透過程度關係 找他們的某一個主任老師 然後幫我們介紹這樣 然後這個課有實施課 然後我們就找很多個設計師 然後搭配不同課文去做不同的設計 找很多設計師的原因 純粹只是 某方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我們都沒有付錢給他們 所以每個人工作量不能太大 然後就找了很多 對 但好處是他非常多元 然後我們後來實測效果之後發現 每個小孩適合的設計真的也不一樣 就是他會去找尋他們喜歡的 然後去模仿 那這件事也讓我們很開心 因為現在的課程其實某方面 如果不講他設計好不好的話 某方面太多彈迷了 就是都是康缺臉或是漢尼臉這樣 每個小孩畫起來都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康缺臉 可是從小我們看到就這個點這樣 好 我們希望在第一年的時候 讓老師家長出完課之後 其實課本可以很好看 其實他應該要很好看 這個是應該要的 因為他是一個教育的媒介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未來想做的事情 我們就要到三到五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開始用真的去跟市場接觸 然後我們真的能夠推出一系列的課本 在市場上賣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嘛 其實很多出版社 他現在的課本已經大同小業了 非常競爭激烈 那我們在想是我們能不能找到其中一家 然後從小學高級級到高中畢業 總共八年 其實八年上下學加起來才16本 16本並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我想好好把這一系列做好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市場上銷售的時候 如果它的銷量有增加的話 它就會變成市場上一個震撼彈受 哦 原來有人看錯這件事 好 大家就小心跟進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應該做信義金融派在做的 你們要小心 更長久的目標是 我們希望在三年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新的生態系統 什麼叫生態系統呢 我先解釋一下 在107年之後會有一個新的課章入試 那新的課章入試代表某方面來說 就是市場會大起碼 就是所有的課本都會改版 改版之後老師就會開始重新挑選課本 因為它沒有所謂熟悉度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協會 像NGO一樣 然後負責出版社的整合設計 其實我們有去問過很多出版業者 就是業界 你看一般那樣業界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早就已經沒有 in-house設計師在裡面了 他們說根本不可能in-house設計師 因為這些設計師總理會創意困結 沒辦法接受市場的競爭 所以我們一定又是外面找顧問公司 就好像很多公司企業一樣會找顧問 那為什麼教科書這產業 還是一樣保持這種很老舊的這種模式 我們希望改變一個 我們成立這樣的一個NGO 就是希望做一個這樣子設計顧問的協會這樣子 OK 那很好玩的是說 我們的概念跟理想是這個樣子 以往主板社也不是說他不想要讓書面好看 其實他們很想可是他沒有錢 因為每一本教會書 教育部已經規定他要賣多少錢 所以其實他賣一本有的時候是配一本 然後靠參考書賺回來 好 在這個預算景 所有這個狀況下要怎麼辦呢 我們想到一個方式 就好像我本身念理工 然後我對文學的興致真的不大 所以也不會看余光中 也不會看簡陣 也不會看這種醜語的文章 可是我都認識他們 為什麼我認識 因為國文課本裡面有他們的名字 欸 很好玩的 我們拉過來看設計材料 我們知道臺灣很多文學界的大師 但你知道臺灣有哪些年輕的 不要講年輕的設計界的大師嗎 你們沒有 基本上很少人認識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並沒有出現過 所以換句話說 課本其實它在我方面 是很強大的品牌宣傳的媒介 我們能不能利用這個方式 告訴這些設計師說 這可以是一種打品牌形象 這可以是一種富有教育理念的方式 讓他們把他們價格往下降 對 然後讓出版社 也因為他們想做好一點 往上升一點點 甚至請教育部讓他們覺得 這是有意識請他們給一點補助 我們需要在這樣的狀況下 找到一個平衡帖說 讓這些有能力 有這些設計能力的設計師 可以參與這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OK 所以這是我們長久以來的理想 YA 我們的希望是說 如果這些孩子可以長期來用這些課本的話 我們的 在我們剛才講的是文化 設計文化 設計水平 這很難追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加速 甚至我們可以領先亞洲 這是我們的期待 所以我們只是幾個學生而已 好 我們現在來回味一下以前的課本 YA 已經比可能更早期的 那個國立便宜館那時候好 也活潑很多了 但是 嗯 不知道 我覺得用商業的 就是更高的標準來看的話 其實還不夠好 我們一直希望是它能不能更好 能不能像這些樹一樣 這些樹可能是 我隨便找的 這可能就是成品裡面你會看得到的 如果小朋友小時候從小就看這些東西的話 我相信只好他們的平面設計 就是在大學裡面看到海報 或他們對這種東西的sense會好很多很多 對 至少對於留白啊 這些意象啊 這些的 好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學者 就是他說21世紀其實是一個美感的時間 因為那個就是需求理論嘛 我們已經跳到很高層次了 其實我們要講的都是美感 都是精準層面的東西 對 好 所以就來到這個計劃 然後我們發協這個計劃 然後也很感謝FYPE 然後我們也付到了錢 開始做我們印刷貝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開始決定做 然後大概到6月的時候 我們才拿到課本用體之外 我們不是 我們沒辦法提前拿到 我們一定要跟老師同事 然後老師是6月多才拿到那個國語課本 所以我們拿到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只剩1、2個月的時間 然後其實我剛才說很趕快 因為我們到1月才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到3月的時候才把學校喬定 3月到6月之間花了3個月時間 好不容易才找到人湊齊努力 找到一些人把他說 他可以願意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7月的時候才開始募資 所以一切都非常的趕 然後非常急 我們甚至覺得說 如果沒募到的話 我們就自己可以先做好了 這樣 不過很開心就是 其實這個東西丟出來的時候 發現其實很多很多人對這個 是有興趣的 對 只是缺乏有人帶口開這一槍 好 我們就帶著我們課本 剛剛大家有看到的影片 然後去請送 對 然後就有記者就會過來採訪 然後有記者其實很好玩 就是一旦有媒體記者之後 資源就會進來 這個社會其實很有趣 就你曝光量越高 資源就會一直往你這邊跑過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接下更多 包括教育部的教授 包括我們現在也跟 之後也會跟北一女合作 就是我們要做的其實是 從小學 國中 高中 我們也會跟北一女合作 一個班級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包括很多的基金會 就開始過來說 欸 你們需要一些幫忙 所以很多事情是你一開始覺得很困難 然後你覺得不可能 可是你現在真的做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的資源在外面 只是你還沒有做任何事 或是你還沒有跟大家講 你想做這件事情 對 OK 這就是剛剛的影片 好 這個我就 我看下一個 像這個 對啊 我看下一個 可能就是 一看就可以知道 到底要講什麼 或者是他要做什麼事情 這樣不好嗎 這樣很好嗎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種 因為他用這種就很煩的感覺 因為他 他一樣 就沒什麼就太現實了 但是他還用這個可以去想一下 我們以前都覺得孩子不懂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真的實驗不夠 我們這班他們真的都懂 他們甚至會跟你說 我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這課本看起來很擠 不好看 然後現在我們新的這個排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我說他們會講不出一個詞 然後我說你是指排版 然後說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這種新的排法比較好看 像我們有些排法真的滿有趣的 像我看一下 我可以給大家看 欸 欸 欸 我幫我翻個 火星人在哪裡 欸 找到了 火星人 給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有點像繪本 不是那種童書一樣 他這一頁他只留了最後一句話 就是火星人 你好嗎 現在這中間這中間滿厲害的 這是以前課本他們不會去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要塞得滿滿 然後他可能也會擔心 他如果塞得滿 老師會不會生氣 因為突然就有很多包 他們要賣給很多人 我們沒有包裹 我們就在做實驗 真的很開心 對啊 然後像這個小妹妹 她說這一段是包包 熊漢的鮭魚嘛對不對 他們可以講話不好笑 對呀 這是鮭魚被吃掉 還特別把他做切片 而且切片 我們大方去想 這就是太樣色了吧 這樣只是鮭魚最一樣的部分 然後現在的東西很重要 他很可能他還是跟我們講說 他覺得熊很浪費 呵呵 為什麼只是一部分剩下都丟掉 好 然後這個小弟弟 就是剛剛那個超齡小弟弟 我先講我們完全都沒有 沒有say過 就是我們甚至把很多很誇張的片段 刻意剪掉 為了讓大家不要覺得我們都在作假 因為我們自己都嚇到 我們甚至還檢討說 是不是小五這個年紀已經太大了 我們要再找小一點點了 對他們普遍展現出來的都滿驚訝的 那個燕子他的表紙這種轉握 就問他為什麼一定是 一定是聽到會 這應該是比較剛烈的 然後洗衣服更是比較穩穩的 所以那樣子來說就洗什麼對你 他們會說什麼 上面 因為日常發展現的時候 老師說是跳完整理的感想 他們就會告訴你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很緊張的氛圍 所以它下面是用一個黑色去壓它 然後怎麼樣 所以他們會似乎去解釋 然後那解釋其實某方面都滿正確的 超乎你的想像 對啊 然後 對 剛剛這一點有看過 我覺得這個真的真的蠻好好的 不同於我們前 我們的那個生日想要問 我可能是要思想跟思想 思想跟思想 Χ cierto 甚至還要都熟不熟悉那句 女 diu 對 你有沒有幫我 我後來把後遺那一句 他ellib 我就是覺得之前那鬼鬼鬼鬼鬼太idity 我把那個 disc hjäl 剪掉 我怕康學生起 我不敢放上去 有很多這種片段 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 然後 我剛剛講的是 我後來發現 其實課本它 它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每個小孩他會被某一種東西所刺激到 一旦他被刺激到的時候 他就會有興趣去模仿、去學習 對 所以像這本課本裡面 他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風格 然後其中現在有一些小女生 他就非常喜歡這種很可愛 不知道在看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生機是這樣設計 不過那個女生非常愛 他說這個圖片非常的少 可是他每個都非常可愛 而且他們的一些很奇怪的自己動作之中 他已經可以看懂這本課文 要說什麼 然後這件事就讓我 哇 原來是這樣 那小男生會喜歡什麼 他們看到這種 他會非常喜歡看到這種 有點像超稿圖 這種超稿圖 機器人超稿圖 他們看到說 哇 好帥 就是要這樣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真正在做這種教育的時候 應該是更多元的 我們讓他去碰更多更多的東西 美醜這東西很難地面 他有什麼基本上是醜 但是你必須讓他看更多更多 所以未來我們在做出發點的話 我們會試圖去把每一種風格族群 然後巴拉巴拉的什麼都把它加進去 然後讓每個小孩都可以看到他們喜歡 對 好 那我們的理想是這樣 就是給我們一本課本 我們可以給孩子自己做美術館 這才是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 還有六分鐘 夜 我還可以講一些我想講的 因為今天其實是 就是忘記我們今天主題上 島民之舊嘛 對 所以我還是講一點就是我個人的感想 我去年雖然我是去歐洲採訪 但事實上我整個學習的時間 我是在大陸的教化 北京清華大學 這是最底堅最底面的大學 那我在那裡的時候感想其實滿深的 我其實對創業很有興趣 這個中繼是要做很久的 創業是各個沒有關係 那我到那邊的時候也聽了很多創業課程 然後在臺灣也聽了很多在教大 那時候教大有個非常優秀 我非常優秀的楊謙老師 他是郭台銘運用的什麼人資顧問 他有很多大企業他都在做事 他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就有跟我們講一句話就是說 老闆說什麼你們都要做 你們都要聽 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 就是犯法的事情 同樣是這樣 我到了北京也是北京清華 然後也是最優秀最優秀的老師 也是跟什麼多少國企 然後在那邊做事 有沒有講 各位同學 你們一定要知道 在商場上做事 一定要懂潛規則 可能大家沒有感受到什麼潛規 潛規則基本上就是辦法的事情 他甚至會叫那些創業家分享一下 有些創業家還會笑一笑 不好意思講 有些家創業家就會講 所以你在大陸的時候 會有很多這種很深的感觸 怎麼差這麼多 我在那邊玩很多創業的設法 或我在那邊參加非常非常多設法 然後那裡的學生 你會看到一個狀況是 他們大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非常有創意 非常有想法 然後他們會提很多idea 很多點 可是到大三大 你看到那些大三大四的學長 就會開始跟他說 這不可能啊 團伍也不會大一 你這東西太創新了 不行 這樣太自我否定 大陸這個狀況是這樣 我個人認為台灣年輕人最大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說 我們會相信自己有改變力量 例如說我們會有這種公民民動 例如說我們看到教科書很不滿意 我會站出來說我要幫他們遵循自己 大陸沒有 大陸他們會遵循一種遊戲規則 只要在遊戲規則之下 他會把自己的自我利益最大化 所以你會說他們很有野心 但他們的野心絕對不是要你改變中國社會 而是放棄更多的錢 因為遊戲規則告訴他 你不能碰任何公眾事務 這件事情是我認為台灣最有力量的 為什麼 怎麼說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企業家 道昇和夫 他有一個叫做阿米巴基民學 阿米巴其實就是變形蟲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企業其實在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會無法管理 會非常沒有效力 其實就很像政府部門這樣子 那他會把所有的這種組織 切分成一點一點點 像小變形蟲一樣小團體 因為他認為這樣子最靈活 而且由下往上的力量最大 大家可以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所以我認為台灣其實最大最大的優勢 是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走向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社會化的方向 也就是大公民小政府 因為當一個組織搭到很後來的時候 你世界變化太快 現在世界變化太快 你永遠不知道這社會需要什麼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底層需要什麼 你永遠永遠不知道這個 就是整個組織裡面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政府他應該是變得比較渺小 而公民應該比較佔出來說 因為我們從下面由下往上去做發展 去做改變 所以這就是我們那時候去完大陸回來的時候 體認非常非常深的感受在這裡 對 好 大概就這樣子 Yeah 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有10分鐘的QA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現在可以舉起手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會一麥克風給你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要跟幕間來做討論的話 現在有人想要問問題的嗎 就可以不然舉起你的手 對 大家不用害羞沒關係 可是有問題想說怎麼都可以 那你未來下一階段的發展 現在最大的瓶頸或你需要的資源 最大的瓶頸喔 我想看看 短期的瓶頸就是人手不足 因為我們真的是沒有錢 然後我們都是用理想在說服人 這是學生的好處 你還可以跟人家說 我目前幫我做設計 短期瓶頸是這樣 長期的瓶頸就是我在講的 那個最後一個綠色的那頭裡面說 我們要變成一個新的生態系統 那個生態系統講起來很理想 但你真的要做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些大哥站出來談話 例如說出版社 出版社好 狀況是其實出版社 現在已經有一些人站出來 那設計界我還沒有 就是說你需要的是 我們現在有一點在做就是那個需求 炒那個需求 要讓出版社覺得說 啊 怎麼辦 找不到好的設計師 怎麼辦 找不到好的設計師 然後要讓教育部覺得說 天啊 怎麼辦 人民好像很想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他們 然後要讓設計界的這些人覺得說 哇 天啊 這個課的這麼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都沒有人去做 然後當這些情緒高漲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站出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做一個美 好 那我們現在做了這些新聞 做了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像高中指最大的隆頸出版社 前幾週才找我們副總 找我們去聊天 覺得我們找一點很不錯 所以事實上出版社已經有意願開始要推動電視 對 雖然我現在還沒有能力跟他很多 我跟他說等到我能夠找到 足夠的設計師的這樣支援就可以了 那設計界這邊我現在比較煩惱 因為理論上最好的狀況是 例如說什麼聶詠貞這些最厲害的設計師 然後一群人站出來說 我們就應該這樣做 然後又問我們幾個帶頭 這樣力量才會大 要不然我站出來說設計界 然後應該怎麼做 我連設計師都不是 他說你跟外人來交迫什麼 對 這會是我現在還最煩惱 前面這個我 就是人才的問題 我覺得我還可以努力去解決 但這個我還沒有想到 謝謝 那我們各位先推薦 其實我只是想問問看 就是那你們有跟全世界的課本比較過嗎 噢 我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就是沒有 全世界好多 有啦 我沒有看過很多國家的課本 但是目前我還沒有能力跟忍力 去做很統整的分析 應該說我沒有看過可能西班牙的 然後義大利的 然後瑞典的 對 但是我還沒有 我也只是請朋友把照片傳過來 或是他在網上的時候要照片給我們看 我們並沒有一個很專業的分析 說他們課本大概都長這個樣子怎麼樣 對 然後目前台灣有在做教科術研究 比較都偏向日本 日本都做得很好 對 他做得很好是在於他的通用性設計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在接觸這之前我也都不了解這些東西 他們的設計是到我的顏色 我要研究過 讓讓連色網都可以看 就他那個時候的對比都超過 我不能讓任何一個人用到任何課 我會用不習慣用過 然後包括每一個圖形 然後每一個流程 就日本在這方面 就是使用者體驗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是我們也許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還有人有問題想要提問的嗎 你好 就是我覺得這個計畫非常的有趣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從事藝術動作 我是繪畫就是藝術家 那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從學校開始這是一個方法 可是我覺得有更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的這整個社會 其實對於美感是非常不重視的 就是就像在場的各位 就是有誰的家裡面是有掛畫的 就是有掛不管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社會從上到下 或是從老到上 其實對於美感的東西是非常缺乏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我覺得現在問題是 好小學生就是學生的那塊 從國小到高中的那塊 這個計畫他或許可以改變 可是除此之外 這個範圍的群眾之外 就是這社會的一般人 對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 整個社會跟民族 就是我們一直沒有接受過好的培養 對 然後甚至是 就像我有很多做設計的朋友 他們在接案子或什麼的時候 其實常常被叫做美工 對 就是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很不尊重的說法 就是你好像只是出工 但其實他是一個專業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要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你剛才有說的 就是一個設計 像椅子剛剛那個辦理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想要去 這個東西是我們要去提倡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把美感 就是普及到這社會 就是我們 就是如果是在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的房子 又要蓋這麼醜 我們連穿著我們都沒有辦法 就是大合成的不合成的西裝 對 那假如說這樣子 我們的文化都還在這個上面 那就算課本上面做在過的事情 可是他還是一個很片面的 而且很片段式的 對 我的意見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計畫很很好 其實至少它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樣子 對 謝謝 所以剛剛你要算鼓勵對不對 好 其實我們一開始沒有要做教科書 我們的發想點其實跟你很像 我們一開始在想就是 天啊 我們的路怎麼長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最直接就是歐洲的路好美 然後台灣的路好醜 而且好亂 而且好不平 所以我們真的想很多 那像剛剛那個張伯偉 他本身已經在澳門做事 然後在華門廣告 所以他其實他交換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澳門實施了 所以他那時候看到歐洲廣告的時候 然後在跟台灣廣告比 他也是感觸很深的 對 然後林中英他是做社會 然後他也是對很多影像 他也是感觸這樣深 所以我們都一直試圖說 我們能從廣告開始 每個人都看到廣告 我們能從報紙 我們能從 可是後來發覺我們沒有能力 對 說實話 你看現在光都根都搞不定 你說你要把旁邊漂亮怎麼可能 你還有一堆財團還有一堆什麼 那時候我們就選了一個教科書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這東西做下去 五年甚至十年之內 你在台灣根本看不到能不能改變 是根本看不到 因為這名小孩子可能才剛好非常大的 那我們真的期待是可能十年 二十年之後 他們就會變成你說這些大武器 那如果連他現在用的東西 我們國家發給他的教育 對 叫做教育 我一定要灌輸你觀念的東西 我們都不用心的話 你憑什麼叫他對他自己生活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我們也希望我們開一個投車 會有更多人做很多事 像舉例來說 那我朋友最近就想要做那個什麼 他說廁所長得很醜 他說那我們來改造廁所 讓廁所變好看 然後發起一個計畫讓設計師開始進駐 開始把廁所都變很漂亮 就是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只我們像那個都市校母系 他們就做得很不錯 有很多這樣的團體不只是我 那我們更希望是這個一個種子下去之後 除了課本之外 有太多東西需要改造的 那大家一起來 可能在座的 你可能也在做某些計畫 就在課這件事情 那世界就變更美好 謝謝 那還有就是陪我想要有意見 想要發表的或是提問你都可以 那我們先那位小姐 中間那位同社畢童人 不好意思我回應一下 因為剛聽那位先生講 還有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為什麼好像 其實我們應該就是說 像國中小這種很基礎的教育 可是老實講 長久以來我們這個國家的政策 是把很多的資源都投注到了 這個高等教育 所以顯然國中小教育 這非常基礎的一個人都應該要受的 卻也卻非常的貧乏 因為他的經費真的少到可憐 然後師資上面也是非常的 就是以前的這種培養方式 其實是很保守 而且是非常的 欸 很糟糕了 好 那因為其實孩子其實 就是說他們的可塑性是越小是越大的 我就發現說小孩子他小的時候 很恐怖 到小學還有一點點創意 他進了國中 他的創意完全沒人 就變了非常的死 那我曾經到日本參觀過他們的中小學 那我看了他們的音樂課 我就非常的深受感動 因為日本他們怎麼上音樂課的 他們是異業教師裡頭 每一個人都有一台電子鋼琴可以使用 那我們為什麼 其實小孩子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就是幾個禮拜前 我去參加那個TED的大會 那剛好就是第二天的就是手掌 就請那個親愛國小那個布農爪子 就是親愛國小的小朋友 拉小提琴 大提琴就是 那你看小孩子都可以拉得那麼棒 那可見他的可塑性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更應該要做的就是說 是不是整個國家應該把教育的資源 要投注在基礎教育 整個要翻轉 那你等到大了再來培養他 我覺得太慢了 像我自己就有深受很深的感觸 因為我是16、17歲第一次 因為我在16歲之前用我們的國中小 因為我在那種鄉下的學校 那我這個小時候幾乎不上美術 不上音樂的 所以老實講我每五線譜都不太會看 但是我在16、7歲的時候 開始要看五線譜 然後第一次開始學要如何彈鋼琴 那我就會覺得說 哇 非常的痛苦 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希望說更大的就是 應該要去改變我們整個教育的投資 應該擺對位子 就是希望越基礎的教育 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 應該要花更多的機會給中小學 甚至是幼稚園就開始培育 這樣子 OK 那因為其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你看我們每個人都會讀小學、中學 可是你看我們的校園 哪有美感啊 沒有 對 那你看學生在學校裡投那麼久 連一棵樹都沒有好好種 都種不好 那你說學生怎麼可能 那就是整個那個學校的校園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常學校的校園 就開始改造 對 因為那個就是每天小朋友 他會去生活的地方 那美感的這種完成 即使就是完全是落實在生活上的 文化是在生活當中去展現的嘛 OK 不好意思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好嗎 還有朋友 時間已經超過了 你又不想說我現在時間 還有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當然他還有很多朋友 然後他們留給最後一個問題 有嗎 那我們後面那位 美女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剛才那位小姐有提到 其實那個就是越小 年紀越小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創造力 還有發揮就比較好一點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做學前教育的 學前的 因為以我們目前台灣 可以看到一些故事書 其實插畫是比課文還要糟糕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可以把故事書這部分美化 然後讓學前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 那些有美感的東西 好 那個我先回應剛剛那個小姐講 就是謝謝你講錯了我的行程 對 因為國家就投資了就沒有很多 對 這些如果 maybe 有些人可以去反應 但我覺得反應沒有用 就如果國家真的投更多錢 我覺得我們也會很開心 但這個議題很大 然後你剛剛講的學前教育的部分 其實事實上幼稚園他的課本 或是繪本這些教具 反而比國小來得好 對 更多元了 對 原因是因為他是比較偏資本市場的東西 對 我們也有想過去做他 不過我們最後取捨還是選擇國民教育 就是國民醫務教育的東西 原因很簡單也是回到剛剛講的全民 因為我們跟幼稚園合作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改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去大規模去做什麼 可是初百次他就那麼幾家 我只要影響的時候他就全部的孩子 全部 重點是全部 因為我們剛剛你看看就是全民 如果不是全民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是我們那時候抉擇的點 那長期來講說 其實我們團隊叫做美感細胞 我們並沒有放什麼教育在裡面 我們更希望是例如說我們教育做好了 我們就去做剛剛講的校園 甚至一講的可能國小的教育 對 所以 maybe等我們以後有能力吧 先把手上職做好 謝謝